各位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 晨早新聞報寸 今天天氣如何 之前先給個like支持一下 天氣如何呢 來到6月21日 星期二 今天天氣嚴熱 部分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驟雨 最高氣溫約32度 吹和換至清淨的偏南風 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 最高之外線指數大概是8 強度屬於甚高 接下來幾天天氣好熱 是 講新聞之前 有網友關心我 每天聽新聞都聽到我在 吸氣 又說被敏感那些 其實不用擔心我 只不過是我的咪的靈敏度太高 連我的聲音都吸進去 昨天很轟動的新聞 就是我們集體回憶 珍寶海鮮房 在南中國海永遠沉沒 水深一千米 好不沉 遲不沉 在那個位置才來沉 網民就議論紛紛 也有看到無線新聞 其實那些市民說 我又這樣看 當中有什麼驚人內幕呢 說實在是沉船 多少年都不沉 又會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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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在山坡上跳下去 不知道他現在如何 另外有位秘尿科名醫 做手術切腎 切錯了皮狀 其實兩個都差很遠 皮狀在上很多 為何會名醫都切錯別人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前蘋果記者藏毒兼裸跑 判刑了刑 究竟要判多少呢 大家先研究一下今天的新聞吧 詳細新聞內容 新增1327宗確診 本地佔1186宗 張竹君表示 看到141宗是輸入個案 連續5天破千 確診數字越來越高 老人院也有輕微的上升 但入隔離病房的人數是平穩的 當局呼籲市民減少不必要的大型聚會 就叫大家切勿鬆懈 多一名死者 死之前打過兩針的新冠疫苗 生前患有大腸癌 另外新增懷疑Omicron BA.2.1 變種病毒個案有4宗 早前個案有關 那些追不追蹤的都不關我們事 那些型號都不關我們事 希望那隻以色列的BA.5 趕快來到這裏 就說會把其他其他的型號 然後就沒什麼事 世界新聞是這麼說的 但香港還沒有這樣的福氣 似乎還在說這隻BA.2.1 說到我都很噁噁噁 那許樹昌就在說 隔八個星期打第二針的復必泰 他說心肌炎的機會就會減少 哇 那些網友說 要打的都打完 你現在才來講 第三針的疫苗通行症 過了十天八日 至少也十天八日 以上 先來說第二針 那個復必泰要隔八個星期 之前那些就是領你 有些人是這樣說的 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科學委員會 建議 18至59歲 就是打第一針至第二針之間 那個間距 就由三星期拉長到八星期 有些人是沒事的 好像是家裡的 那些 他完全沒事的 所以這些人是個人體質 有些人好一點 有些人差一點 你看到之前有個女生 就是放入ICU 但最後都出回來的 挺好 挺好 那真是有驚無險那種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另外說 澳門已經做了整個全民檢測 全民檢測 58.5萬人採養 11個養本確診 他真的跟你做 香港做不到的事情 澳門跟你做一次 但是當然香港那個地方大很多 還有人也多很多 全民檢測 說做就做 澳門 厲害 澳門 他們找到多15個本土個案 也找到源頭 就是在燒尾檔裡播出來的 就說燒尾檔可能剁東西的時候 有人口水鼻涕那些 有關燒尾檔對面水果檔的員工 第二天都中招 在那裏群組爆發 今天會詳細說一說 珍寶海鮮房 沉船的原因 香港仔飲食集團公佈 遇風浪泛 沉沒在南中國海 但是說是 禮拜六 禮拜六沉船 昨天才說 為什麼沉了這麼久才說呢 14日啟航 四日後 去到南海 西沙群島附近水域 遇上風浪 船身入水傾側 負負責程航的拖船公司 經過嘗試救援 不過 海鮮房最終就是 在昨天全面入水 反轉 沒有人說過 你要救援 你不是叫人 沉了才公佈 不是入水的時候 救命啊救命啊 看到這件 珍寶海鮮房 真是 曾經光輝一世 英雷王也說是坐上客 食神也說是去拍攝的地方 搞到最後當作垃圾 丟在公海也夠膽 那又不是公海 丟在南海 用一千米的地方才來沉 那些市民才過癮 昨天看TVB 訪問那些市民 說什麼 啊? 擺這麼多年都不沉? 打8號風球也不沉? 10號風球也不沉? 你一拖走才來沉? 然後有一個人就說 都知道他了 又沒有去哪裡 一拖走才轉頭就沉了 這樣啊 有些市民就覺得他是什麼 我看TVB說的風力報導 他說得是無風無浪 但是看到報紙有些人就說 大風大浪 都不知道相信誰好 但是 集團公佈了 說對海鮮房的意外 感到難過不捨 事件中沒有任何船員受傷 沒有人拖出去沉 由於事發地點超過一千米 進行打撈的工程也是非常困難的 這些一千幾百萬年之後 發現下面有個龍宮 被一個白酒魚抓住 這些 荷里活拍戲也有題材 潛落下面有個珍寶海鮮房 停業超過兩年了 46年歷史珍寶海鮮房 落得如此下場 一直是南區著名地標 吸引很多中外遊客到訪 旅遊業 旅遊業沒有了 就令這家鮮房在南海沉了 沒有公司 早前就說 那間香港人的飲食集團 未能找到第三方營運 沒有人要他 他是孤兒子 之前有談過海洋公園 可能海洋公園也自身難捕 他也沒有客人 沒有旅遊業 怎麼接你呢 船放在這裡又要維修 船放在那裡又說要付錢 船放在海沉了就什麼都不用了 有人說 市民在討論的時候 是否保險都可以拿到錢 營運到錢 意外沉了 他們各有各的調 但當然是不知道 最終就是 不少市民那天特地跟他送別 見他最後一面 真是永別 永別 這些事件真是嚇死人 有些報章說他進水 然後反轉了 真是誇張 總之 就不夠了 不夠了 有些說 很大風大浪的 我看看能否找到那篇文章 吹到真的很大 又回到不知幾級風 但不知道為什麼看TVB 他說 海面只有0.3米的風浪 也不知道信哪個好 報章也有幾個版本 只是說那些浪有幾高 有些說那些水 有些說六米高 那些水 真的 也不知道他哪個是 哪個不是 這個人就厲害了 因為他本身 半世紀歷史中 中外猛片 都拿這個海鮮房來取景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李小龍的戲都有 坐著那輛帆船 然後途經這個東西 因為它漂亮 是地標來的 訪港英女王曾經在上面吃過東西 被稱為1976年正式開業的時候 是世上最大的海上食府 英女王也是坐上客 2020年 也是兩年前而已 施政報告提出一個叫 叫約動港島南 活化增補海鮮房 被列為重點項目 重點項目都可以拖出去 那邊這樣KO了 業主當時同意 無償捐出海鮮房給海洋公園 而政府就說會推動海洋公園 及非牟利機構去運作 讓這個海鮮房重生 重點照顧也說是這樣的下場 你想想多嚴重 最終無奈 不敵風浪在南海沉沒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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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海洋公園 政府一年好像給不知多少錢 是非常多錢 那時候說的是 香港電影界的五十多倍以上 給那麼多錢 人家政府說要重點項目 他又不收 搞到現在變成垃圾 現在變成海洋垃圾 真是 真是 不知道他們怎麼搞的 是重點的 這架其實 在1976年開業 他原本可以提早五年經營 誰知道裝修的時候大火 波及附近的漁船 死了很多人 死了34人 42人受傷 當時海鮮房嚴重焚毀 也沒有錢重建 幸好後來得到何鴻生和鄭玉彤 庫商集資了三千多萬 重建這架船才能開得到 他們覺得這架是有料到的 整架船以龍為主 中國宮廷色彩 霸氣十足 船上的龍椅 誰坐在龍椅上扮食神 周星馳 拍照的地點 提供龍袍給你們穿 但是搞不定 這架船上去的名人厲害了 湯告老師 尊榮 遊泊連立 周潤發拱利 坐上賓客超過三千萬人 我都好像上過一次那麼大把 我都不記得有沒有記錯 好像是上過一次 無間道二又有 剛才說李小龍龍爭虎鬥 James Bond 鐵金剛大戰金槍客 這些全部 什麼機惡遊 惡狼傳說 生化危機錄 這些全部都拿來取景 現在變成一個海洋垃圾 遲些看看有沒有人去尋報 應該都沒有 我估計 好了 再說說其他新聞 聽到都不開心 秘尿科名醫 名叫張新村 新村 皮狀當腎狀 切了六項專業失當 罪名成立 停牌十八個月而已 十八個月後 有一條好漢 這樣也可以 姓陳女病人三年前 原本接受切左邊臣 但張新村 切了他的皮狀 手術期間紀錄更揭發 他還未能正確辨認兩種器官 有沒有搞錯 你的牌是怎麼讀回來的 明醫 腎和皮都不會分 不是吧 位置又不同 樣子又不同 分不到 手術後病人一直不惜發燒 好 張新村未可善處理 反而即時游說 再切 再做手術 嘗試合理化 切了皮狀 善改醫療紀錄 打算這樣補獲 對呀 切了應該 再切 這樣 所以西醫說切切切切 你老爸先 張新村被醫務委員會指控六項專業失蹤 他的辯方大律師就說 被告承認錯誤 亦遞上多名名人為他寫的求情信 包括 本身是外科醫生的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 以及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詠文 經過審訊後 全部罪名成立 除了18個月 切錯器官這些事發生在2019年3月 簡直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張新村本人未有出席這次的聆訊 只是派出大律師代表 女病人在2018年發現左邊腎有腫瘤 第二年2月這個醫生就給他一個意見 建議你切掉 同年3月25日 病人在聖保禄醫院接受他的手術 根據當時的紀錄 病人接受切除部分左邊腎的手術 他覺得是切了 他有文字紀錄說他切了腎 誰知道手術完結後 他在下午3點在病人紀錄上提到 完成切除左邊腎的手術 亦在護士寫的東西上指引 不過晚上7點半 這個女病人向那個女病人就說 醫生跟那個女病人說 我切了你的皮 他認用 皮狀很噁心 有些很不好的東西在裡面 這樣合理化 他切錯皮狀 醫生當時向病人強調 是需要切的 才能夠救回你的生命 但之前是說要切腎 這樣恐怖也有的 病人聽到嚇死了 還以為是手術期間發現皮出現問題 兩天之後 他向病人提出 之前的手術只是切了皮狀 你的腎腫瘤還在 所以你要快點再做手術 不然你生命也有危險 這樣 然後他就持續發燒和肚痛 而這個醫生就是堅持要再開他一刀 但是他病人的丈夫認為 太急了 你再等一天 等等等等 再等 之後再切 但是醫院的護士就提及 病人是不應該接受手術的 再這樣 因為護士發現這件事 也將事件情報到衛生署 就是護士把他推出 最終就是 有沒有寫到病人 究竟在哪裡 真的不知道病人 在這裡 現在要長期服用薄血藥 還有神經事會不時作痛 真是慘 身上近樓有腸疤 唉 真是恐怖了 聽到這些 醫生真的不是看一個 但是這些都是講醫院 他畢竟是名醫 為什麼名醫都可以做錯這些決定 真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懶得起來的時候 明醫就變成一個有名的 失德醫生 現在停了十八個月 十八個月 年半之後 他又出來可以和別人撤過 這些真是恐怖 唉 不要理他了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 好的結果 好 男子想和前度複合不成功 激動跳九土山 滾到山坡就受傷 新聞最近都嘔吐山 沙田男子程凱翻波小白龍 企圖跳山坡 自殺 凌晨凌時凌分 一個青年 在沙田九土山的麗平路 進領匯附近 見到已分手的女朋友 不如站在一起 這樣建議 因為這女兒不肯 情緒激動 我死給你看了 路邊有山坡就跳啊滾啊 這女兒見到這樣就馬上報警了 男人的頭和手腳都受傷 滾了下去 大概十五米的山坡 十五米只有多高呢 兩米一道門 這裏我想也有六七樓左右 嘩你也不死 消防員將南市主救起送上路面 但你用了很多人的人力物力 送去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回復清醒 這男人姓羅二十八歲 他女兒二十九歲姓鄧 現場發現多個啤酒罐 列作企圖自殺 但老實說 你在女兒面前 說真的 聽新聞的就留意了 如果有一天分手 那女兒不肯跟你復合 然後你走去死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就是那女兒會更加肯定 或者兒子會更加肯定 當初非你的決定是沒有錯的 因為你是一個內藥 其實你要他後悔 你就要做得更加好 即是你發生了 你當初不選我 你什麼了 他後悔 複合也未必不行 你說這樣我死了 我什麼都沒有 他在他心目中會覺得你是一條廢柴 所以你這樣做是很傻 很傻 很傻 那你死了又怎樣 他不會因為你跳了 他變成一條 可能斷手斷腳 然後他會內疚 而照顧你一輩子嗎 即是你覺得這樣 其實是不會的 那樣你不要的東西 你發現他原來的心是爛的 是壞的 是比他想像中更加差的 一個常常在你身邊 叫要生要死的人 你會不會留在他身邊 你自己想想 將心比己 是吧 那我講講一輛私家車 在飛鵝山 跌落到15米的山坡 就嵌樹 這個有15米 司機被困一度昏迷 大件事 嘩 嘩嘩嘩 他在昨晚11點 一輛私家車沿著飛鵝山 一個叫扎山道下山 近東山對開突然失控 飛了到15米的深山坡 砍棵大樹停下 車上姓楊男司機 姓張26歲女乘客被困 私家車車頭扭曲損毀 嘩 撞到邊形 夾著男司機 然後陷入昏迷 但女人清醒 所以懂得打電話報警 救他們上來 這些是意外 在飛鵝山上山方向 和沙田咬道上車方向 是一度封閉的 真是恐怖了 油塘又滾了車下山 油塘貨車 流後衝落20米山坡 翻側 車內唐狗慘死 司機慶喪 有隻狗在裡面死了 真是慘了 司機養了很多年 誰知道 竟然在車內滑倒了 掉了貨車去山坡 司機沒事 可能有安全帶 如果狗在裡面 反到瘋了 很嚴重 另外之前 美國運通說要告梁振英老婆 現在向她道歉 全國政協副主席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老婆 梁唐清姨 本月初被信用卡公司 美國運通入品區域法院 追討九萬三千元的本金加利息 梁唐清姨回應 我還了 不知道對方為何要入品 梁振英昨天就說 以接獲美國運通代表律師的道歉電郵 但認為事件不尋常 會繼續調查和追究 他說 不是 他們自誠向梁太 因此造成不便而道歉 為什麼會這樣呢 梁振英就說不尋常 這件事你當沒發生 雖然之前有些人炒得很厲害 他欠人煎 很疲倦 人家說還了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另外說一說 警察的反恐熱線 剛剛成立了 又說有錢收 最高可以有八十萬 現在收到1600宗報寸的訊息 呼籲五金譜 看到有人有可疑 就要報警 立即舉報 為什麼呢 因為五金譜是很多物料 可以製作炸彈 爆炸品 化學品 所以五金譜可能就是製作 一些攻擊性的地方 所以他們去區 呼籲五金譜 如果你看見有些年輕人 或者有什麼可疑 做些東西你們認識 有常識的 可以爆炸的 那就要舉報了 是吧 其實你說裝了CCTV 奸奸強制裝 你就又找到人 是不是 這樣又可以倒絕了 但有些東西倒絕不到 再有人就墮網上刷單元的騙局 是很多的 是啊 34歲男子 失去六萬五千元 又是那些 刷單元騙局 一個 另外31歲女子 刷單元騙局 失去六十二萬 兩個 又兩件 每天都說一下 如果說這些有錢分的 多好 你說我 又不是的 阿Sir抓到又沒有錢分 為什麼這麼久還沒抓到呢 真的很奇怪 非常奇怪 好 說一說 之前有個前蘋果女記者 承認在政總外面藏毒兼裸跑 判緩刑一年 還有罰兩千元 這個女記者 是曾任職的 就是前記者 在金中政府總部封鎖地區 徐三 拿路上身奔跑 又向後方追逐的警員說 阿Sir也跑得很快 這樣 被捕的時候管有大麻 早前承認在公眾地方做這些灰蝕的行為 也管有危險藥物 但否認就是妨礙罪 在昨天 東區法院裁判院 被站委裁判官 何惠嫻 就說他是判處妨妖罪不成立 另外兩罪就是 判監三個星期 但是還刑一年 罰款是兩千元 就說他行為很大膽 但考慮到當時目睹他的威脅行為的人不多 而大麻的份量也不多 所以就輕判 就是這樣 真是這麼過癮的 另外 威猴 兼用車門撞傷的漁農署人員 中年男人 判監三個星期 以及罰了一千元 有個男人早前45歲 阻礙漁農署人員執行職務 就是判了 剛剛所說的刑罰 他就在金山路執行職務的時候 那些威龍署人員 發現他在那裡餵猴 誰知道他就拿車門撞 嘗試走 嘗試走 他上去調查 就不合作嘗試走 開車逃走 他拿車門撞他們 沒有了 你被人記下車牌 你跑去哪裡 威龍署發言人說 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 是不當的行為 違法者要負上嚴重的法律責任 市民應該和執行職務的工作人員 充分合作 發言人亦呼籲市民 切勿位置野生的動物 這些是不對的 因為你越餵他越多越多 他走出馬路有時候撞車 有時候你去那些猴子山 看到那些猴子斷手斷腳 盲眼你也看到的 是啊 這些是天生天養 你說是不是做好事呢 真是各有各的想法 上次說到 我是說錯了 上次的六合彩 有人告訴我兩注中 不過 接下來的回歸25週年特別金多寶 就是6月27日搞珠 現在就好像有得買了 頭掌一注就獨得可獲8千萬 中了就不用起來講新聞了 我 哈哈哈哈 發達了 是不是 大家都買一下 中了就不用像我昨天說的 香港扭勞必經的12個階段 聽明白了就聽到哭了 這個六合彩很重要 簡直是一個半世投胎券 馬上去買一買吧 今天的新聞來到這裡 謝謝 拜拜